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不理他了 他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你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其实 江城问的问题也是我想知道的问题 你现在到底是怎么想的 有什么打算 秦军 我真的不明白你这么做到底为什么 如果你是真心喜欢江城 哪怕有你妹妹这层关系 那我也不会过多的责怪你 我甚至还可以帮你做做你妈和你妹妹的工作 可是你现在这么做 把我们都弄糊涂了 到底是怎么打算的 有什么想法 你是不是该跟你老爸通报一声啊 该和您说的时候 我会说的 爸 你要相信我 你是不是这些衣服都要洗的呀 这记性 手机都放兜里 你妈好 谢谢 慢走 你好 你好 我想查一个通话清单 是日本人的手机号码吗 不是 但是我有记住的身份证 我还带了户口本可以吗 可以的 你怎么有空来啊 我来看看你们 来坐坐坐 单单不在啊 他还没回来了 他这两天情绪怎么样 好些了 好几回发誓 说要是再离这个新疆的 就不是人 还说不想离他姐姐了 这只是气头乱的话 过几天就好了 又有什么事了 妈 这回绝对不是我神经过敏 她一定跟那个女人家有关系 你看 这 这是什么 这是她跟那女的联络的证据啊 前阵子我查过一次 那时候他们确实没什么联系 这回就不一样了 几乎每天他们都通电话 而且有的电话一打还十几二十分钟 这只是手机 还不知道在办公室打多长时间呢 妈 和平最近闹着要辞职 说另找工作呢 我觉得这肯定跟那女的有关系 你想想 和平哪会这么不顾后果的 这不是她的风格 你说的也是 再说 这辞职也不是小事啊 她又有一大家子的负担 她怎么可能轻易地就做出这个决定呢 妈 你也觉得不对是吧 肯定有问题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现在心里乱死了 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办 你说 俩丫头的事还没完呢 又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我怎么办呢 就怪这个和华 你说她自己跟朱峰破镜重圆了吧 她害得我们家后院起火 什么破镜重圆 妈 这和华跟朱峰啊又有了 有什么 有了吗 你听谁说的 不可能吧 怎么不可能啊 那和华去医院找我 让我帮她找医生 朱峰陪着的 这都是什么事啊 乱七八糟的 妈 甭管怎么说 和华那是好事 那您说我这个 我怎么办呢 您倒先帮我想想办法呀 你先别急 你急就会出乱的 既然这事情跟和华有关系的话 索性等她回来 跟她一起商量商量 她总不能眼看着自己的哥哥的家 就这么拆散了吧 哎 和华 你说不是我瞎猜吧 刚才那电话清单你也看见了 你又不是不了解你哥 像他那么节俭的人 用手机打电话 一家打半个小时 这正常吗 要这么想确实有点奇怪啊 前些天苏贞为了哥的稿子三审没通过的事 还去跟社长大吵了一下 她说要是不行的话宁可辞职 啊 还有一块辞职 这不是要比一双飞吗 那倒不会 嫂子 苏贞这么做 也是为了坚持她自己的原则 不过他宁可辞职 要出这本书 至少表明了一种态度 我倒觉得 哥想辞职 可能也是得到了苏贞的支持 要不然 哥恐怕没那种勇气 哎 贺华 那你说 我现在该怎么办呢 要是你哥 提出跟我离婚 我还跪下求他不成啊 嫂子 这就要看 你有多大决心留住我哥 保住这个家了 哥皮 我知道 你没睡着 抱抱我行吗 阿平 最近 我一直在想 什么当官啊 发财啊 真的都是无所谓的事 到老了 什么都是身外之物 要是一家人 能平平安安团团圆圆的在一起 那要多好 到老了夫妻两个 能够健健康康的 一块散散步 说说话 哪怕是逗逗嘴呢 也是挺幸福的事 以前 我老逼着你进步啊 多赚点钱啊 现在 我也看开了 就算我当上什么主任 家里不太平 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开心的 真的和平 这都是我的心里话 算了 怎么知道谁也睡不着 时间不早了 睡吧 那么 一会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干嘛- 鸡蛋呢- 我自己会煲- 煲都煲了- 你就吃吧- 还有粥- 慢慢吃啊- 珠峰啊- 哎- 回去可得好好照顾哥华啊- 不好- 她要是有不舒服不高兴的- 我们可跟你们一碗- 好- 我一定一定的- 你放心好了 - 那一会儿你们准备回哪儿啊- 我- 我当然是想搬到- 我- 我们那儿去- 可是何华还没想好- 何华- 都到这份上了- 还想什么呀想- 赶紧跟她回家吧- 听我的- 你怎么这么说- 哎呀- 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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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快点 等下- 诶- 没事- 真是- 哎- 也太夸张了啊- 所以说我什么小手术啊- 生果果那会儿也没记得这么小心- 那时候不是没经验嘛- 不信你再生一次- 你看我这次表现怎么样- 呸- 要是你再急事好去- 呵呵- 呵- 对了 爸爸 今天不是应该妈妈来接我吗 怎么会是你啊 怎么 想妈妈了 那还用说吗 想着干嘛呀 那么凶 老管着你还管着我 一点意思就要 爸爸给你找个新妈妈怎么样 又年轻又漂亮 对你还特别好 不行 我不要 我不要 你真是怪爸爸 我再也不理你了 我为外婆下去 我不跟你回家 伯伯 对不起 爸爸跟你开玩笑的不是真的 我不要新妈妈 我真要自己的妈妈 好 伯伯不要新妈妈 要自己的妈妈 还顺我气呢 别跟我说话 我决定三天不理你 给我 给我 别烦我 闻什么呢 奇怪 我怎么闻到了妈妈的味道啊 搞鼻子啊 你都闻出妈妈的味道 肯定搞错了 那是爸爸做的红烧肉的味儿 在厕房刚做好了 不可能 红烧肉的味儿我闻到了 可是还有一个味儿 就是妈妈的味儿 我不信 你说妈妈是什么味儿啊 暖和和的 香喷喷的 我也说不清 反正就是妈妈的味儿 跟别人的不一样 妈 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你坏 你骗我 姑姑 来 妈 你就住这儿了 你愿意吗 傻瓜才不愿意呢 好孩子 别搜了 我兜里就三十来块钱 你要是要 我可以全部上交 我没那意思 别不好意思 你这也不是第一回来 以前 都是我不好 管你管得太多了 也不够理解你 从今天起 你自己的事自己管吧 这是你的工资卡 密码 改回你的生日了 起药 你用不着这样 笼络的心思呢 我确实有 但不光因为这个 我是 真舍不得你 也舍不得这个家 和平啊 我是不是一天两天装出来的 你自己慢慢看吧 对了 你手机充值卡 我存了钱 应该够你打一阵子 先睡吧 喂 是我 你好 你怎么样 我挺好的 我就是想跟你说件事 我有一个朋友在一家杂志社当副总 昨天碰上了 听他说社里要招编辑 我就把你的情况给他介绍了一下 他挺有兴趣的 说让你把个人资料和作品送给他去看看 好 太好了 我刚才 我刚才还在想呢 得找自己喜欢的工作干 要不然 跟现在没两样 就是这个意思 你的作品我那儿都有 我帮你送过去 你个人资料 就得你自己准备一下 给他送过去 行 没问题 我马上办 那先这样 回头再联系 好 再见 再见 剑柯 我可不是有意偷听 你想辞职 剑柯 你不是开玩笑吧 现在辞职 那你这二十几年的功龄不是全打水漂了 不是我打击你 你现在不是二十七八 而是四十七八 算算虚岁 也该五十了 你想跳海啊你 人生难得几回跳 我一次也没跳过 尝尝滋味也不错吧 老李 看姐柯学有成熟的样子 肯定是有更好的去处了 说真的 连我都觉得在这儿没什么混头 诶 剑柯 你以后要是混好了 我可投奔你去啊 到时候可别说不认识我 疯了 疯了 爸妈我回来了 你怎么回来了 这是我家 我怎么不能回来啊 那你回来 爷爷奶奶知不知道 我给他们留过条了 哦 爸 几天不见 怎么变得这么帅啊 是吗 妈 你看他哪像五十的人呢 多少 四十九 你以后 要再给我说老一岁 你没饭吃 妈 怪不得姑姑说你春风得意 我看一点也没错 你看你精神多好啊 比十年前还年轻呢 哎 你今天吃错药了吧你啊 怎么竟说胡话呀 没有啊 我说的是真的 确实别跟我捏 你就不怕我牵着手 把你牵手去 好 你已经死了 你还来说 我看你不可爱 你呢 你cellanyo 我猜你 有 我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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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动冷水 干嘛 你不是让你不要动冷水 什么 你怎么不听话呀 没事的 我刚吃完顺手就洗了 哎呀不行不行 我来洗完了洗这忙了 哎呀没事我来吧啊 就很快吧 你给我躺着 待会儿我来洗啊 就没事 你放开 你哎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对你这种不服从命令的人呢 就在来硬的 行行行行 来 放下 来个硬的 哎呦你也听着 你也听着我去 放下你 你下来吧 能下来吗 放 哎呀 哎呀 放下 哎呀 哎呀 嫂子啊 哥 多挤呢 哎呀 哎 早知道你们俩来的 我们就晚两分钟再开场了 没事 爸爸妈妈这两天在度蜜月 我到你们那去度蜜月 哎呀 孩子说点实话怎么了 不好啊 你没事了吧 身体 没事了 走吧 原来 还真有破镜重圆这回事啊 我来呢 不要 是 嗯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行李后再说吧 我一定要见剪辑 你脸皮也真够厚的了 我妈妈都让你走 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滚开 不 滚开 姐大 爸 我想跟你谈谈 爸 我知道你要跟我谈什么 是他对不起我 不是我对不起他 我以后不找他的麻烦就够大方的 别再指望我真心把他当姐姐 不是你真心不真心把他当姐姐 他本来就是你姐姐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你跟他是有血缘关系的 爸 咱别谈什么血缘关系 他做那些我做事的时候 怎么就忘了跟我的血缘关系 是他嫌无情的 别怪我无疑 杠杠 你怎么变得这么老是 你都让我觉得陌生了 爸 你知道是谁把我变成这样的 以前那个单纯的简单再也回不来了 他的心已经被完全打碎了 再也没办法复原了 爸 你知道这种感觉吗 原来 你真是故意的 故意让你姐姐觉得 他在家里是个外人 这就要看 他自己怎么理解 单单 你真让爸爸失望 爸 失望算什么 你知道我曾经有多绝望 苏珍是我的老朋友了 他推荐来的人 我是绝对放心 你的作品他也送来了 我读了几篇 很有功力 等我看完之后呢 和社长再商量商量 然后给你回音 估计问题不大 谢谢李总 对了 咱们丑话说在前面吧 我们这有个规矩 就是新人来了以后呢 要有个试用期 一般是半年 那么你是苏珍推荐来的 那就三个月吧 三个月之后 如果你能胜任 咱们就签正式的合同 是这样 我明白 你回去考虑考虑 然后给我回信 好 我回去考虑考虑 尽快给你答复 请 我决定辞职了 联系了一个单位 是家杂志社当编辑 不是什么铁饭碗 而且有三个月的试用期 不行就解聘 我想来想去 还是决定辞职 去杂志社 别说你 就是我自己也知道 去到杂志社 干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也不见得自己的状态 会有多大的改变 不可能一鸣惊人 也不可能大气晚成 更不可能一下子就成为一个大作家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干了几天 人家看不上我 把我给解聘了 这样我就成了无业游民 一个快五十岁 一无所长 而且一身是病的无业游民 那我就养着你啊 就算你有这个胸怀 我也没有这么厚的脸皮 所以 经过最慎重的考虑 咱们分手吧 你别哭啊 我不理 我 再也不离婚 你先别哭 我不离婚 请你别哭 有什么事情咱们好商量 你先别哭 冷静冷静 姐姐 她把一瓶都喝了 赶紧送医院呢 起来起来 起来 给你醒了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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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医院 快点 快点 那可以看 快点 带点钱 好 钱 大家开我家啊 我上搜券 就 Ninja 去了 加上 来 超级 回头 喝这么多酒干什么 有什么事想不开啊 喂 姜晨啊 博士简单 紧接左耳睾腾中毒 被送到医院了 我打电话 先跟你说一声 别你到时候 说我知情不报 无情无义 人民医院 人民医院急诊室 你要是讨好卖乖 就趁早过来 不过你也不用太急 他已经脱离危险了 尿医生 我问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简洁的病人 女孩 酒精中毒送来的 酒精中毒已经抢救过来了 有点胃出血 住院了 在第二号病区 简洁 吃点 快 你这孩子真是的 不听话呢 多多少少吃一点 来 这样才能好得快 来 来 来 听话 简洁 出来 江晨 你怎么就阴魂不散呢 你 你为什么要缠着简洁 我再警告你一次 绝对不许出现在我们面前 江晨 你知道简洁有多危险吗 差点命都丢了 现在他未出血 这以后还不知道我受多少罪 你要再来给我们添乱 我们可真不答应 叔叔 你就让我进去陪陪他吧 哪怕只让我看一眼 叔叔 阿姨 我看一眼就走 他现在情绪不稳定 你不能刺激他 简洁 我知道你现在很痛苦 但是我要告诉你 我真的很爱你 无论你遇到什么样的痛苦 我都愿意和你一块儿去承担和面对 你告诉我 你要我做什么 你走吧 简洁 我不需要任何人 你不可能不需要任何人 你爱我 你说过的你爱我 那是假话 全是假话 我不爱你 我也不爱任何人 我就想一个人带着 你走吧 你等下 他情绪怎么样 他说他不需要任何人 谁都不需要 以后 你就不要来找我女儿了 记住 任何一个女儿 你放心吧 我不会再来了 我不会再来了 这么晚了 怎么家里一个人都没有了 这怎么回事啊 你就是喜欢一身一贵的 他们又不像你 整天待在家里头 没事干 人家有人家自己的事啊 不不 肯定不对头 我这眼睛跳的一天了 肯定是有什么事啊 你还受过维吾主义教育呢 还做迷信 真丢人 现在是没什么危险了 就是未出血 得慢慢调理 恐怕 得在医院住些日子了 乌漏偏雨 连阴雨 什么都赶一块了 苏战 原来我是真想到单位 跟他们辞职了 先这样吧 回头再联系 到处找你呢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打个电话 你回去吧 一个人陪就行了 我来陪吧 简洁跟我的话多些 也好 那明天白天 我请假来换你 简洁的事情 先别告诉爸妈 你让他们着急 好 你都上班了 一气色不错 看来一切都挺好 讨厌啊 别喊啥摄影 对了 我正想有件事找你商量 什么事 我上次不是跟社长吵了一架吗 他昨天又找我谈了 给了我一个折中的方案 就是把中年计划 按合作出书的方式出版 社里报销70% 作者销30% 收入作为作者的酬劳 问我怎么样 那么挺好的吗 这样我哥就算一本书都卖不出去 那也不用掏一分钱了 我觉得行 可我不甘心 你可能没看这书稿 无论是文学品位和文学功底 完全应该以最尊严的方式进入书店 真的 我是从一个纯编辑的角度来说的 跟别的没有关系 你哥现在需要的就是信心 以这种方式出书 总是一种遗憾 所以我想再考虑考虑 或者是另外再找一家出版社 除非是实在没办法 再走这条路 这回定下来了吧 差不多了吧 什么叫差不多了 我都回去住了 那还能怎么着啊 没谁了 光回去住可不行啊 这还是非法同居 我知道 现在外边好多这样的 那我管不着 可是你说我理儿 我就不许你这样 要是你拿不定主意 还没下决心的话 你还是搬回家里来住 妈 你可真够能操心的 我看你啊 到联合国当亲战大使得了 全世界的闲事你都能管 行了 我答应你吧 不几天就去办手续 这总行了吧 真的啊 是跟朱峰吧 那我不跟朱峰跟谁啊 上面还杀出个程晓晶来 嗯 那 其实我也挺难看的 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还托个孩子去登记 一看就是没开二度 没开二度怎么了 只要能开就行 这一下你的事情妈就放心了 嗯 就剩下你哥哥家了 妈 放心点 和平 齐 他们还没回来 不可能啊 这么晚了 又来看儿子呀 他们到医院去了 医院干嘛 谁病了 你们不知道啊 嗯 他们家女儿前两天自杀了 奶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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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奶奶 妈 妈 我孙女儿了 奶奶 我在这儿呢 简洁 简洁 简洁了 啊 我要看简洁 妈 简洁生了点小病 也在医院里呢 你骗人 她自杀 你说她为什么自杀的 爸 您就别添乱了 妈 这是个误会 简洁根本没有自杀 她干嘛要自杀啊 她 她是不懂事 喝多了酒了 伤到胃 呃 现在在医院里住院呢 不过不要紧 已经快好了 你要是不信 明天我就让她来看你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爱的人 无所不在 不愿你独自 爱 太多的愿意不如拥抱同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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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伤害也鼓励开 再多的精彩不如牵着手的未来 我陪你一起等待 为你迫不及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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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上我的爱 赶走那黑夜的苦难 只要有我在 就算天哪下来 也不分开 时间踏踏不来 彼此再次来 我不会一个人存在 只要有你爱 不再彼此伤怀 却不分开 为你我不期待 燃烧我的爱 赶走那黑夜的无奈 只要有我在 就算天哪下来 也不分开 时间踏踏不来 彼此再次来 我不会一个人存在 只要有你爱 别再独近你伤怀 却不分开 我们不能再 不要对方的爱 不能不爱 我跟齐英这婚事立定了 那天在医院 我一睁开眼 第一个想看见的是苏珍 你们自己要觉得合适 你们就一起过吧 董事长捐款六千万逃走了 听伤怜 我认为 我认为 这些人都不害怕 我认为